Hello,今天我们做一款夏天不融化的巧克力奶油霜 只需准备四种材料 做得简单,吃得开心 欢迎回到Be My Best频道 取6汤匙黄油进行室温软化 在一个碗里塞入两杯半或者325克糖粉 Icing Sugar 加入6汤匙可可粉 搅拌均匀备用 取出打蛋器打发软化了的黄油 打发到这样顺滑的奶油状 加入一半可可粉混合物 用3号中速打发均匀 注意,可能有一些糖粉会飘起来 尽量使用大一点的碗哦 加入3汤匙淡奶油或者牛奶 继继继续打发 逐渐形成奶油霜了 倒入另外一半的可可粉混合物 接着加入2汤匙淡奶油 如果家里没有淡奶油 也可以用牛奶代替 继继续打发到顺滑的状态 奶油霜如果太过浓稠显得硬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淡奶油 相反的如果显得太软 就多加一点糖粉 大概处于这个状态时 就可以开始装饰了 巧克力奶油霜搭配香草蛋糕 简直是绝配 这个奶油霜虽然不容易融化 但是内涵的糖分还是蛮高的 吃起来有点甜 即使只是拿来做裱花 看看还是挺美观的 可以做成纸杯蛋糕上面的装饰 再搭配一些焦糖酱 美美的甜品就完成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